好,我们来看一下4.5的这个直角三角形,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部分了,直角三角形 OK,所以之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三角形呢,其实是有什么顿角啊,瑞角三角形,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其中一个角是90度的 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个什么RHS的时候嘛,对不对,RHS呢,就是一个直角,然后呢,有直角边 所以呢,我们只要一个三角形里面有一个角度是90度,那它就叫直角三角形 OK,直角三角形来讲呢,如果我们假设这个A是直角,那AB跟AC呢,我们叫做直角边 OK,BC呢,就是90度对面的那个,我们就叫它斜边 那因为内角合呢,还是会等于180度,所以任何的三角形的内角合都是180度 那我们扣掉其中一个90度的话,那B跟C呢,相加就会是90度 所以我们叫做互为鱼角,对吧,互为鱼角 所以其余的两个锐角呢,互为鱼角 OK,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定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样如果我们等腰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90度,那B跟C会是多少呢 那B跟C互为鱼角两个加起来90 然后呢,因为等腰对,等腰,等边对等角嘛 对不对,所以这两个角又要一样 所以它就90除以2就会得到45 所以两个都是45度 所以等腰直角三角形呢,就是4590 454590度的一个三角形 OK,那第二题立体 ABD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AC会 AC是平分BAD的这个角 角平分线 那BAC会是多少 那我们知道等边三角形的话呢 每一个角就是60度嘛 所以呢,BAC就是60度了 所以这个是等边三角形的一个特点 然后呢,还要你证明BABC ABC是直角三角形 所以这里我们减出来这个是 因为60度除以2就是等于30嘛 那原本这个是60嘛 这样一个30一个60加起来就是90嘛 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 哦,这里30,这里 这里30,这里60加 然后扣出来这里应该是90 OK,或者呢 你也可以用了上一张呢 那么我们有推出来了的 就是等要三角形的顶角的角平分线会持一直于底边 所以呢,自然的这个BACB就会是90度 OK,就证明到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算角度的一个方式 像我刚才讲的BAD是60除以2就是30 像这里原本也是60,3060就是90了 像这个呢,剩下来的就一定是90度 OK,也是可以 那BAC的话会是多少呢 当然我们知道说表评分线呢 这里会跟另外一边是全等的 OK,所以这个是我们也有一个定理了 他是用什么定理啊 嗯 三个边都是6CM 然后呢,等要三角形的顶角的角平分线会平分底边 所以直接的除以2就可以了 OK,除以2就等于30M,很简单的 OK,说这边呢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 说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角是30度 哎,这个边呢 就会是BAB的一半 对不对 这里是6CM 这里是37M 刚才那题 所以这一题呢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当一个直角三角形啊 它的30度所对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所以AB等于2 那这边就会等于1 所以这句话呢 要背起来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条 特殊的一个情况 OK 我们有一个口诀的啊 就是直角三角形 30度所对的 锐角所对的边 30度 我会讲是30度所对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OK 30度所对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换句话呢 它也可以倒转的来推理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得到的是 直角边 是斜边的一半 那这个角呢 也会是30度 这个是可以互相 呃 就是倒转的 推理的一个定理 所以要证明这个定理 怎样证明啊 你自己去做一下啊 我就不做了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体 三 立体三 PQR 是直角三角形 这里是90度 这里是30度 OK 角Q会是多少 这个60 这个30 这个就会是60了 好 我们因为互为鱼角嘛 我们用90 减30就会得到60 所以角Q呢 就是60度 OK 角Q就是60度 在PQ会是多少呢 30度所对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换句话斜边呢 会是这个4cm乘以2 啊 所以是8cm 啊 就是这样了 OK 所以要用这个 定理了 这我们 又多了一个定理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立体9啊 而立体4啊 所以ABC是直角三角形 脚A是直角 AC是3cm BC是6cm 请问脚B是多少 脚B所对的边等于斜边的一半 对不对 这个是6 这个是3 一半吗 所以换句话 脚B就是30度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要倒转的推理了 倒转的推理 直脚边 是AC是BC的一半 所以脚B就是30度 所以既然这里找到30度脚C就自然是90减30了 啊 就等于60 OK 我们来看一下立体啊 这个第11题 呃 立体 不是 随行练习11 我们来判断这个 这 这几个三角形的 是不是直角三角形 OK 那如 我们剩下的这个脚会不会是90度 就要取决于这两个加起来会不会是90 对吧 我们只要哈 呃 如果是90度的话 如果是直角三角形的话 另外两个锐脚加起来就一定是90 所以我们只要去相加这两个 哦 58加34等于多少 92 对吧 超过了 不是 哎 37加53 刚好90 对不对 这样这个是 OK 45加43肯定不是啦 9 呃 88 欠两度 也不是 哎 就这样子 就很简单了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题 U图所是 ABC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 AD 是BC的高 请问B 如果BC是10cm的话 AD会是多少 呃 怎样看呢 这个是45度啊 这个也是45度啊 哎 因为等腰直角三角形就是45度 像这里90度的话呢 这里45 这里也会是45了 对 这里也是45度 OK 所以换句话呢 这两条边也是一样啊 这两条边也一样啊 所以BC是10cm的话 那AD呢 就会是一半5cm 对不对 这里BD等于AD 这里DC等于AD 所以呢 就是BC呢 就会是 如果这个AD是X的话 这里又X 这里又X 所以呢 就会是2X 所以我们的BC除以2呢 就会是我们AD了 OK 可以理解啊 所以这题是这样子来做 再看一下第三题 如右图所示 ABC是直角三角形 脚A是90度 脚B是31度 AD是BC的高 脚C会是多少 那脚C我们用90减61就可以了 也就是29度 OK 29度找到了 BBAD又会是多少呢 也是29度 也是29度 因为这里90嘛 也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也是可以算出来29度 这样CAD呢 CAD呢 就会是90减29了 所以得到61 所以这个CAD呢 是61度 OK啊 所以这里的随堂练习的 都没有用到这个30度 所对的变成斜边的一半 OK 这一边只是考你说 会不会用这个直角三角形的两个角相加等于90度 这个定理 好 再接下去 我们看一下点到直线的距离啊 点到直线的距离来讲呢 我们有很多距离 很多人讲 这个P拉过来 这个也是距离啊 这个也是距离啊 但是呢 数学上呢 我们有规定的 哪一条最短 就是点到 就定义为这个点到直线的距离 那最短的那个应该是90 成90度的那个了 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拉任何一边 都会比较长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出P拉 PH除止于AB的时候呢 PH就会是他的那个距离了 OK 直线外的一点 与直线各点所连成的线段中呢 除一线呢 会是最短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在直角三角形里面 直角三角形里面 鞋边一定是最长的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定理 所以换句话呢 我任何 不管拉去哪里 这一些三角形的 都会是形成一个鞋边 那这些鞋边 一定会比这个直角边来得更长 OK 基本上呢 没有 PH呢 就会是最短 OK 除一线段PH的长呢 就定义为点P到AB的这个直线的一个距离 所以这个是我们规定好了的 当我要找点到直线距离 我们一定是要找垂直距离 OK 没有了 所以4.5呢 让你们来做一下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